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顶多只是觉得她有点不按时事 相亲结束后 拉拉提娜这个可爱的名字 开始被何真和其他冒险者们调侃 在王都举办的宴会上 她展示了公爵千金应有的举止 在贵族社会中是模范淑女 达斯提尼斯家族是代代为王室效力的顿治家族 因此他们竭力策划防止何真等人 对爱丽丝公主产生不良影响 但徒劳无功 顺带一提 他们整个家族都是虔诚的厄里斯教徒 虽然不按时事 但达克尼斯拥有作为歧视和贵族的骄傲和责任感 起初由于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强烈 他常常独自承担麻烦 在与伙伴们相处中 逐渐开始信任何真等人 并与他们一起行动 他原本略显认真和古板 但自从遇到何真后 学会了为了保护重要的伙伴和城镇居民 利用贵族的权力和财力 实际上达克尼斯是个完完全全的M 并且极度变态 渴望自己被兽人 魔王军干部或者是渣男虐待 每次被何真辱骂或拒绝都会感到兴奋 简直是个骨子里的变态 顺带一提 他决定加入何真的队伍的契机 是因为看到阿库亚和惠惠在小队中 有过被巨型蛤蟆吞噬并浑身粘液的遭遇 在阿尔坎雷迪亚的经历 当他来到拥有阿克西斯教团本部所在的阿尔坎雷迪亚时 由于他是厄里斯教徒 所以遭到阿克西斯教徒唾气扔石怪 甚至在教管里被当作狗喂骨头 但因为他是M所以反而感到高兴 尽管如此他仍有符合常识的一面 在公共场合作为贵族会压抑自己的性癖 因此除了何真外 几乎没人能看穿他的真面目 同时当他真正生气时 与惠惠一样难以对付 每次都会笑喊着我杀了你 这种贵族小姐不应该有的过激言辞 夫妻是他的隐私烦恼 由于外表成熟体型健硕 他难以表现出少女的爱好 此外他还在意别人说他太重 或把他当成金肉女 这些都显示出他意外温柔的一面 在恶棍领主阿尔达普失踪后 由于他的父亲病倒在床 他曾一度带行领主职务 这段时间他过得比以前更加辛苦 忙于处理各种事物 包括派对和冒险者们的烂摊子 自从贵族身份被何真他们知道后 他越来越频繁的为他们的胡闹收拾残局 与此同时他的斗M和痴女倾向逐渐减少 变得更具常识 这说明责任感的确能改变一个人 由于他性格认真且有强烈的正义感 所以每当发现克里斯从事异贼活动时 他都会进行说教 他能一眼看穿 以银发盗贼团身份活动的何真和克里斯 后来甚至单枪匹马冲进何真的住所进行训斥 虽然他理解他们回收神器的动机 但每次他们进行异贼活动 引起骚动时 他都会大发雷霆 在原作第十二卷中 他因为特殊原因不得不勉强协助 引发盗贼团的活动 另外他曾误以为医疗用史莱姆是会 溶解医物的特殊史莱姆而强行购买 也在街头挥剑攻击过黑心商人 警察因为他的贵族身份和极低的命中力 对他视而不见 在原作第十二卷中 他将从冒险者们那里收来的税金 用于照顾冒险中受伤或年老的冒险者 并用家族的钱教育孩子 为国家的未来着想 由于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他对父亲有些依恋 他的职业是高级职业圣骑士 继承了父亲坚强的体魄 和母亲强大的魔法抵抗力 能承受大恶魔巴尼尔的杀人光线 以及人类最强攻击手段 惠惠的暴力魔法 在动画第三季的OP中 他轻松挡住了红龙的一击 然而他笨拙到使用双手剑的攻击 几乎无法命中敌人 因此常常发挥不出来战斗力 在对付移动要塞毁灭者 和之前的僵尸龙的袭击时 他的铠甲被破坏 所以在沃尔巴克的战斗中 完全没有表现机会 最终还被合真取笑 实际上他用拳头比用剑更有效 擅长铁爪攻击 他将所有的技能点都分配给了 防御系技能和诱饵技能 没有学习攻击系技能 这不仅是因为他作为圣骑士的自豪感 还与他的性癖有关 因此他常常勇敢地积极冲到前线 承担起吸引敌人攻击的任务 过去与他组队的冒险者们 也曾惊恐地问他 为什么总是主动冲向怪物 尽管他没有攻击力 但他在阻挡敌人进攻方面表现出色 但合真由于各种原因 与其他前锋组队时 因他们无法有效阻止敌人的进攻 合真才意识到达克尼斯 确实是他们小队的基石 技能诱敌 吸引敌人的仇恨 将自己作为诱饵的技能 把我当作墙壁吧 在为美好的世界线上祝福 手机游戏中使用的技能 高概率吸引敌人的攻击 并大幅提升自身的物理属性和魔法属性 高概率吸引敌人的攻击 并中幅度减少自己受到的所有属性伤害 技能等级最大时 同时大幅提升全队的物理攻击和魔法攻击 这就是假面的力量 在为美好的世界线上祝福 手机游戏中使用的技能 对敌人造成485%的无属性物理伤害 并大幅提升自身的物理攻击 攻击命中率 达克尼斯的理想对象 达克尼斯对于对象的外貌身材 没有太多要求 他喜欢那些意志薄弱 对其他女人心动的男人 甚至更喜欢那些好色之徒 他的理想对象是那些 想要轻松度过人生 对生活不认真 轻易背负债务 不工作只会喝酒并抱怨社会 还会把空酒瓶扔向他 并要求他用那淫荡的身材 去赚点钱的男人 何真符合这些大多数特征 达克尼斯的性癖 达克尼斯梦想被敌人俘虏并受辱 他对何真也有这种期待 原作第二卷 当在浴室里与何真碰面时 他虽然有些紧张 但还是顺从地给他搓背 当何真变得小有钱财 并试图再次成为宅男时 达克尼斯和惠惠一起将他拖出门 看到何真只裹着一条毛巾 他会尖叫 当何真试图偷看女浴场时 他会勃然大怒 言行不一 达克尼斯虽然喜欢坏男人 但他绝对不愿与像恶棍贵族阿尔达普那样的人在一起 当他的家族因为债务 而尝试让他与阿尔达普结婚时 他甚至想着干脆与何真在一起 但由于何真随后激怒了他 这未能实现 与何真的关系 当达克尼斯准备离开团队 与阿尔达普结婚 来替家族偿还债务时 担心他的何真决定卖掉自己的知识产权 获得了总计20亿厄里斯 并且这些钱替达斯提尼斯家族偿还了债务 还带走了穿着婚纱的达克尼斯 此后两人之间有过好几次的氛围 但很快因为争吵而中断 达克尼斯的犹豫态度也使他们的关系没有任何进展 某次达克尼斯和何真因被手铐锁在了一起 而共睡了一晚 他问何真是否喜欢惠惠 并泪流满面的第一次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 问道我不行吗 然而何真已经接受了惠惠的告白 并意识到自己对惠惠的感情 因此拒绝了他 随后达克尼斯为了报复故意亲吻了何真 并决定暂时与他保持距离 尽管达克尼斯多次向何真告白 但大多数都是他自己一厢情愿 何真并没有回应 达克尼斯对何真冷淡的态度表示不满 但何真反驳称 他从未主动追求达克尼斯 因此他的抱怨是毫无根据的 大量的怪物出现在一个地下城中 何真一行人接受了调查任务 他们进入地下城 在那里遇到了戴着面具的大恶魔巴尼尔 他们抓住机会击败了巴尼尔 但面具粘在了达克尼斯的脸上 面具试图控制他的精神 但他拼命抵抗 对他来说 那无法忍受的剧痛反而适中奖励 巴尼尔对达克尼斯的强大精神力 和特殊癖好感到无可奈何 每当巴尼尔试图说话时 达克尼斯会兴奋地喘着气打断他 他们用同一个身体 两个不同的灵魂分别说话 看起来像是在搞笑 回到地下城外面后 何真抓住机会解除了巴尼尔面具的封印 然而面具依然没有脱落 达克尼斯请求会会使用暴力魔法 暴力魔法直接命中后 巴尼尔消失了 而达克尼斯凭借他的高防御力 幸存了下来 这次他展示了那常人难以企及的防御力和精神力 以及他那扭曲的兴趣 在逃脱巴尼尔的控制前 他和巴尼尔一起相投 为了救巴尼尔的死相为自道歉 他拜访了他的殿 但在那里又遇到了复活的巴尼尔 巴尼尔说了一些让他难堪的话 并戏弄了他 达克尼尔作为骑士为爱丽丝效力 小时候还教导过爱丽丝剑术 然而作为勇者后裔的爱丽丝 在12岁时就已经远比达克尼斯强大 精神上也比达克尼斯成熟 达克尼斯对爱丽丝也表现得非常保护 尽管类似于他对和真的态度 尽管达克尼斯比库雷亚要理智一些 但他在第一次见到爱丽丝时 因爱丽丝称何珍的冒险故事为谎言 无法忍受而扇了他一巴掌 库雷亚立即斥责达克尼斯无理并挥剑攻击 但被达克尼斯用右臂挡住了 这样爱丽丝对他们略微产生了信任 后来何珍用偷窃魔法夺走了库雷亚的内裤 尽管爱丽丝喜欢何珍的行为 但他对王族的无理态度和对爱丽丝的不良影响 让达克尼斯担心他迟早要为此承担责任 因而感到苦恼 其他作品的类似角色爱丽丝·辛塞西斯·萨提 她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女见识 由毛野爱依配音 因此与达克尼斯有很多共同点 一些人称她为纯净版的达克尼斯 爱丝华伦斯坦 在为美好的世界线上祝福手机游戏的联动活动中 达克尼斯穿上了爱丝的衣服 贝尔认为就像两个爱丝一样感到心跳加速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也可以算是素食炒面现象 亚尔贝德 Overlord 他们都在战斗中担任过坦克角色 拥有高防御属性 此外他们都是对主角抱有好感的美女 但性格上都有些缺陷 在为美好的世界线上祝福 手机游戏的联动活动中 达克尼斯也穿上了亚尔贝德的衣服 好了 今天暂时到这里 还望多多点赞支持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你的小铃铛 届时我们再接着细聊 随时关注我们 大幕会你带来更多精彩动漫内容 我们下期再会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个赞 点个订阅 大幕将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内容